王思松疑似对长久以来被当成犯后谈资一事不满 4月9日他发微博称 真希望每天都是4月1号 这样渔民们看到谣言的时候 会稍微冻下脑筋分析一下他的真实性 而不是盲目的接受那就是事实 近日有传王思松在逛奢侈品店时带饮料被拦下 反问女店员你不认识我 女店员直回不认识 王思松因此被网友愣吵 他此番微博引论似乎在否认这个谣言